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 我是幕后军 由郭敬明自编自导 改编自自己原著 绝技系列第二部 更名冷血狂艳后 告别大一幕 变身网大上线 而这部冷血狂艳 正是原本18年7月就要上映的绝技2 与16年上映的首部为连续拍摄 在主演范冰冰陷入税务风波后 宣布因制作原因撤档 导演郭敬明最近因为综艺演员请就位中S级的挑事能力频频引发热议 这位在节目中把自己当作编导一体 青年电影人翘楚的男士 至今导演作品豆瓣评分最高5.0 让人怀疑他莫名的自信是不是误以为豆瓣是5分满分 许多郭先生的粉丝认为如今郭的风评极差 完全是因为他坚持抄袭 坚持不道歉的不讲文德 让很多人无法客观评价他的作品 甚至很多人只不过是嫉妒他的成功与才华 那我今天就单纯从冷血狂艳政部电影的角度 不带任何其他视角的去讲讲郭敬明到底哪里不行 不过话说在前面 绝极系列本身就并非没有抄袭争议 他与覆盖游戏动漫青小说的知名日本ACGN系列作品Fate 世界观设定和角色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甚至连吉尔加美式这个源自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的名字 都同时被用在了两部作品相似的角色身上 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一一 特效 收回冷血狂艳既然要客观 我觉得那就应该先来说说他的优点 冷血狂艳的优点就像海绵里的水 集一集总是有的 首先就是特效水准和建模水准上 相较绝技这部有了相当明显的提升 我为了这期视频特意去重温了绝技 险些工伤 那惨不忍睹的特效水平 光影随时视针 角色面部随时崩坏到你认不出他是谁 最过分的是 人物建模被强行拉至九头神 为做相应比例修改 全员长臂员 但凡动作场面 一个个就如同非人生物般自带滑稽感甚至恐怖感 冷血狂艳相较而言就好了不少 至少再也不会出现肩膀和脑袋一样大的诡异失调了 不过这属于时间带来的技术进步 很难说和导演有多大关系 特效上冷血狂艳依旧存在的问题 就是当动作捕捉角色和完全由特效完成的角色进行战斗时 武力打击感极差 你会觉得两者并非物体的碰撞 而是纯粹贴图的碰撞 不论动作设计再华丽 观众都很难有代入感和痛感 而且冷血狂艳里大部分人物的脸虽然更像演员本人了 却没有摆脱毫无血色的僵尸气息 灰白的肤感像是涂了水泥质地的粉底 尤其在演员表情出现抬头纹时 简直每一帧都是黑历史级别的卡粉脸 一直以来 郭敬明对自己的上海静安区奢侈品专柜审审美 都拥有着异常的自信 冷血狂艳在美术设计上也继承了第一部的风格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湿滑落实其审美 亮晶晶 银闪闪 但却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是水钻 重点在个水字 这种审美构建起了一个看似易碎 但打斗时往往完好无损的世界 人物断臂 衣着也要维持T台走秀般的美感和整洁 让观众无法丝毫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塑料 廉价 网游 这样的华丽与电影所追求的 将人带进一个新世界的美学要求 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3 表演 反派角色的标志性动作就是邪魅一笑 而且还无一例外的都是应急出了邪魅假笑 这显然就是导演要求的问题了 请问为什么所有坏人都把我是坏人写在脸上 这恐怕是最低端的反派展现方式了吧 想起在演技节目上看看儿谈的郭导 再看看他所调教出来的演员表演 我只想再问郭导一句 那你那个表演的体系你觉得是什么体系啊 郭敬明热衷于邀请以颜值而非演技著称的演员 出演自己的电影 其实也不只是因为他的花季少女审美 更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演员 才能如同傀儡般的任由他摆布 看冷血狂厌食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演员未必真的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不是角色 而是在规定场景下 以郭敬明规定的情绪念完规定的台词 完成规定的动作罢了 这样的工具人 致使我即便连续观看了整个系列两部作品 依然记住的是明星而非人物 在范冰冰饰演的鬼山连拳 换脸换配音的情况下 我几乎从头到尾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认出这张毫无辨识的网红脸 因为明星脸是这些角色唯一的识别标志 一旦连这都没有了 他们最后一丝灵魂也就被抽干了 我之所以会去重温绝技 完全也是因为看了十多分钟冷血狂厌后 发现自己完全已经不记得第一部的任何一个画面和一丁点剧情了 脑海中只剩一个烂字 毕竟已经时隔四年之久 这也是烂片的通病 不值得占用观众大脑的任何内存 但冷血狂厌与绝技无缝连接 且不具备任何前情提要的剧情 又逼迫着观众不得不去重温前作 这本就是续集电影应该极力避免的 冷血狂厌与绝技一样 都是没有顶点画活的现行叙事 却依旧因为角色视角过多 被呈现了极其混乱 小说是可以不受自数限制 自己掌控叙事节奏的 变影则不然 尤其上夜片 在两个小时内该如何叙事 是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模式存在 这点上做的最好的 当属魔戒 哈利波特系列 将原著故事完全电影化 虽然这一过程中 面临大量原著剧情的舍弃 但也只有这样 才能符合一部电影的要求 显然郭敬明不具备这种能力 两部绝技无一例外 都是角色单薄 故事走马光花的流水账 恐怕除了原著粉丝 无法让观众产生丝毫的代入感 影片中快速推进剧情的方式 极其单一 就是一个角色 以对话或者旁白的形式布置任务 再用旁白和对话的形式解释剧情 PPT动画内容再多 也是PPT而已 片中有太多 需要向观众解释的新增设定 都是零世界角色之口 向观众说明 毫无铺垫可言 角色时而是导游 时而是游客 而观众则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任何代入感的看客 即便不提结尾的俗套剧情反转 恐怕连小学生都早就看腻了 大部分观众 就算真的看到那里 还坚持没有退出 也对任何人物的命运发展都没有一丝关心 只想着 这破片又臭又长 怎么还没结束 李成如说 不能用廉价的笔触 来引起广泛的共鸣 在我看来 冷袖狂言完全诠释了廉价笔触 也因此让人毫无共鸣 当我坚持看到了影片结尾 却发现《绝技》系列并没有就此完结 而且还有续集故事时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 当我在热搜看到 郭金明说自己卖房 也要拍《绝技》三十 我没憋住笑了出来 作为一个分外精明的商人 郭金明在遇到下一个 愿意为《绝技》三买单的冤纳投钱 真的会自己投资拍摄吗 我反正是不相信的 只当他是和贝尔东生怼枯时一样 再次展现了S级演技 《绝技》当年之所以能拿到 多家华语大厂这么高的投资 一来是因为当时的乐视 还在无所顾忌的烧钱 二来是《小时代》系列 以小博大取得了相当好的商业成绩 很多人把《小时代》的商业成功 归结在当时市场的不成熟 观众对烂片还缺乏判断力 这些人都忽略了 他是诞生在电影票 动车只要9块9的票补时代 属于《小时代》之流的时代 早就已去不返了 如今面对《冷血狂言》和郭金明 观众恐怕只有一种感觉 如坐针毡 如盲刺背 如梗在喉 未同嚼 未如鸡肋 如此乏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关注订阅 素质三连来一波 更多内容尽在电影模糊故事的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看我第一时间为你 评星篇 评经典 我们下期见 See you